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项目布 是由60个打包箱组成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它外围全部做的是玻璃木墙 也是一个U型 为什么现在很多项目布 都做这样的设计呢 是因为这个形式叫招材的 纳材 进到这里呢 是一个电动的推烂门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呢 它是做了一个吊顶的设计 整个会议室呢 是由5个连通箱组成的 可以容纳50到60人开会 看这里有一个好大的一个电视 这个开会一定会很爽的 我喜欢这个 凡是讲法比有透明 都只要讲不要罚就好 这边是一个工程部的办公室 是由两个连通箱组成的 占地面积36平方 可以容纳10人办公 每一个木墙 就是说左刀箱的6米面 都是由标配的两个窗 这个呢 就是做了一个玻璃门 办公人员进出用的 态度决定一切 这边呢 是做了一个极创的办公室 三个连通箱打造而成的 在吊顶的地方 加了一个木条的装饰 地板是重新给铺了一个地板 在墙面呢 也是做了一些装修 这个一般是于公司的创意部门 就像我们新媒体一样 好多好多的创意 这边呢 也设了一个楼梯间 一个是个双跑楼梯 它这个楼梯间 你看整体的效果就做得非常好了 对 然后这边呢 做了一个两连通的一个小会议室 也可以容纳15人到20人左右的 一个会议室 一楼在这里呢 也是做了一个 外推的一个玻璃门 对 也是方便进出用的 那今天的项目部就介绍到这里了 留言 关注 点赞